陸軍六軍團下市紅仲秋 退伍前夕因為被關緊閉導致暴斃 家屬質疑案情並不單純 國防部長高華駐震怒要求全面嚴查 陸軍副司令吳有名今天也鞠躬道歉 並表示會在下週37日前交出懲署報告 台東美麗萬開發案在今年2月 縣府已有條件通過還評之後3月過工 但是當地反對居民認為 相關訴訟都還在進行 業者怎麼可以動工 因此向高等行政法院申請停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認為 居民主張有理8日裁准停工 過工再推文創商品 國防國寶翠玉白菜設計出翠玉白菜傘 還有以南北送瓷器冰液紋路 發想出來的冰山一腳襪吸引遊客目光 光是去年高達7億2千萬的營業額 歲玉白菜相關產品就佔了1億4千萬 可見國寶文創商機有多大 日本腦炎來勢洶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週二公布 新增5例日本腦炎病例 年齡為32至60歲間 現在仍有4人住院中僅1人出院 今年至今已經有9名確定病例 新唐雅各電視整理報導